我是秦浩 特别喜欢《吐槽大会》这个节目 其实之前啊 我就想来了 我跟导演说过 导演说 你不行 你身上没槽点 所以这次 我带着槽点一起来了 这节目其实挺好的 夫妻两个吵架呢 在家里叫吵架 来这儿 你看就叫吐槽了 我第一次啊 见到槽点的 不是啊 见到我的老婆Annie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她 肤白 貌美 身材好 特别漂亮 然后后来我发现 这个Annie的恋爱观 也很奇特 她见我第一面就跟我说 她说 我只可以先结婚 再恋爱 当时我就 我就有点觉得 这女人的心 这也太大了 这还不了解我呢 怎么就要跟我结婚了 后来我明白了 她不止心大 孩子也大 我也挺 佩服我老婆的 你别看她外表 柔柔弱弱的 嗲嗲的 公主范 其实在家里啊 如果碰到什么事 那马上把衣服一脱啊 往地下一扔 老公 跟他们干 真的真的 这都真的 过了一会儿呢 又说 老公我好冷哎 是有点作啊 她还总爱问我一些啊 奇怪的问题 比如说啊 就是她会突然跟我说 说老公 你现在喜欢我 是因为我漂亮 但是如果你五十岁的时候 我就六十岁了 那个时候 你还会觉得我漂亮 还会再爱我吗 我一听 这是要作呀 我就说 我说你想干嘛呀 你就直说嘛 你是不是想让我说 我爱你啊 你要想说 你就说 你就直说 她说 嗯 我想听 我说 嗯 我不说 刚开始啊 在一起吵架 她脾气大了 就摔门而出 她以为我会去追 但是我没有 因为我知道一个道理 追老婆呀 要么就零次 要么就一百次 你如果这次要追了 那她每次出去 你都得跟她演这种偶像剧 演这种穷瑶剧 对不起 我是一个演员 我对演戏是有要求的 这所有的戏我都接 果然 过了两个小时呢 她就自己回来了 就从那以后啊 她就再也没有摔门而出过 所以说老婆啊 切实 切实 我把你变成了更好的人 我和安妮每年过生日的时候 我们都相约 互相送对方礼物 其实我呢 收到什么礼物都无所谓 但是我就是很苦恼 因为我不知道该送她什么礼物 就不太知道她想要什么 双鱼座 所以慢慢呢 我就有了这个季节性的抑郁 每年二月我就抑郁 因为三月是她的生日 后来有一次啊 我过生日 她没送我礼物 哎呀 给我给高兴了呀 我忍到第二天 我才跟她说 我说老婆啊 你看 我过生日 你也没送我礼物 那你这次过生日 我也不送了 咱就扯平了吧 结果我老婆跟我说 不是哦 老公 女儿就是我送你最好的礼物哦 我一听就懵了 还可以这样子哎 这是房不胜房哎 后来有一次她生日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就送了她一张贺卡 上面只写了八个大字 你若不作 我必不付 其实我只想写四个字了 就是 有病得治 虽然我演了很多的文艺片 但是跟Annie比起来 我真的是不够文艺 因为大家知道 每年我过生日的时候啊 Annie都会在微博上面 洋洋洒洒写一封信 确实文笔很好 各种修辞啊 把我摁地上一顿猛夸 整得我这不感动都不行 后来我一吵架呢 我就把她给我写的信呢 我就看一遍 我看那些信啊 我就边看我边哭啊 我就想啊 这娘们 不是啊 这娘子 太能说了 吵不过啊 别吵了 我服了 最近呢 确实是不怎么吵架了 因为前段时间做检查 检查出我 确实有病 真的啊 是真检查出一种病 是叫做 肤脂过敏 就是肤脂过敏 就是吃一些面食的东西呢 就会让自己的 抗压心荷尔蒙会减少 就脾气很容易暴躁 所以到现在呢 只要我脾气 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我老婆马上就说 你是不是又吃串面了 话可以乱说 面不可以乱吃 他就是这么感性 跟我完全相反 有一次他跟我说 他说 老公 我这辈子都想成为你这样的演员 你知道吗 但是我没有机会 因为我一出道就是偶像 就要养家 但是你却成为了 我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只要一般人听了 肯定特别感动 但是我很警惕 我说 你要干嘛 你是 又想听我说 我爱你吗 他说 是啊 我说我不说 他摔门而出 我又没有去追 我好像一直都在说我老婆 也没在说别人 有网友说 赖红国花阿娇的钱 这事网友是怎么知道的 我确实也不太清楚 但是你知道吗 我刚跟安妮在一起的时候 网友也说 我吃软饭 后来呢 我就接了一些网剧啊 上一些综艺啊 也就没有人说了 所以赖红国 你以后 要么学习我 在事业上 有一定的突破 你呢 要么学习成路 你在心态上 有一定的突破 不要浩高五 踏踏实实地吃软饭 当然了 我在事业上 能有小小的一点突破呢 我特别要感谢 我的老婆安妮 因为她确实是 帮我挑剧本 很严格 她觉得不好的剧本 绝对不会让我去拍 她只有一次 没帮我挑 就是她自己导演的那部戏 但是我心里也想了 我说 自家的剧本 你差点能唱到哪儿去啊 没想到 差到家了 刚才你说 我跟朋友喝酒 给你打视频电话 你说你 查岗就查岗 说得像我 多想跟你视频似的 搞得我 扎了四个多小时 知道我为什么 很少出去喝酒吗 站着太累了 虽然我很忙 但是我确实 花了很多心思 能尽量多陪陪我的老婆 陪陪孩子 前不久呢 我还陪老婆和孩子 上了一个真人秀 被很多网友给吐槽了 哎呀 我也是很无奈 在节目里呢 我就一个人啊 哄孩子睡觉 哄了很久 女儿米丽 好不容易睡了 我想说她睡了 我就玩会儿游戏吧 结果这个节目播出来呢 就剪成了 安妮在那边上医院 我在这边玩游戏 安妮在那边哭 我在这边玩游戏 我在那边玩游戏 我在这边玩游戏 看完那节目 我有点懵了 这到底是亲子节目啊 还是电竞节目啊 其实我上那个 真人秀的初衷啊 就是想让我女儿 长大了以后 能够看到 我有多爱她 不过现在 我只希望我女儿 长大了以后 不要送我去接王爷 节目之后 很多人都说 我老婆给我招黑 哎呀 自己家的媳妇 自己还不知道吗 她就是一个 血性的女子 有什么说什么 但是她也是这个世界上 最懂我的 你们两个经常说 我说 我们即使不是夫妻 我们也会是 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朋友 所以 不管以后 遇到什么事情 我都会支持你 只要不找我拍电影 啥都行 谢谢大家 我是秦浩 大家好 我是秦浩 马思纯 这我闺女 我真不想说你 你也太想当主咖了吧 之前 让我们自爆草点 谁草点多 谁当主咖 人马思纯上来 第一句话 我有病 我一听懵了 这赢定了 这赢定了 结果就这样 都没拼过黄义 人黄义上来 就轻描淡写地 说了一说 这两年的生活经历 那马思纯听完以后 豁然开朗 越听越开心 过去问 姐 姐 你把你那婚姻 那段展开的 说一说行吗 你再说两句 我病就好了 马思纯 拿了影后了 还特苦恼 跟我这说 哎呀 我现在压力特大 你看我这么年轻 就拿了第一个影后了 好多人都盯着我呢 看我什么时候 拿第二个影后 怎么办呢 秦昊老师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建议你 把第一个我退了 把第一个退了 你再跟一个秦映帝 在说这样的事情 我很不高兴 知道吗 马苏 马苏都知道 哎呀 喜欢 喜欢啊 喜欢追星 追到连事业都没了 因为我也追星 追成老婆了 而且 事业 还在呢 事业还在呢 主要是因为我专一啊 所以你看你 马苏 你一会儿追小咸肉 你一会儿又追什么悬殡 要我说 像你这样 不以街灰为目的的追星 都是耍流氓 孙芒金老师呢 曾经说过 说这个隐秘的角落啊 是被大家捧起来的 在他眼里啊 隐秘的角落也就65分 宋老师您客气了 65分太高了 这部剧啊 在豆瓣上 最高也没超过9.3分 宋老师一直骂小鲜肉 对啊 但是宋老师 您不也是 您总骂流量 您不也是 搭着流量的快车 才让大家认识您的吗 所以现在市场回归正常了 宋老师没市场了 就来这了 当流量的潮水退去之后 就剩宋老师在裸泳了 要我说宋老师啊 实在不应该咱就写点作品吧 哪怕抄点也行啊 咱不要求著作等身啊 咱哪怕遮遮下半身 就宋老师呢 还提过 说这个 我演的那个张东生 说那个主要是角色有魅力 除了秦浩 谁演都可以 所以我就特别想看看 档壳怎么演 档壳带他父母去爬山 边拍照片边问 爸妈 你看我还有opportunity吗 他爸妈说 又又又又问 如果没有opportunity 给点 possibility 就把他爸妈给推下去了 drop the parents 他爸妈在半空中还喊呢 结是个trap呀 忽兰 我特别喜欢的脱口秀演员 聪明 这个学习好 学霸 数学也学得好 长着一副 忍出无害的样子 我上次见到这样的人啊 叫朱朝阳 这种人就是 这个我 在我张东生事 太熟悉了 有人说 手段特别多 在他身边 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 听说效果 今年的人越来越少了 忽兰 可以啊 最后来 讲到我们今天的主咖 黄毅 最近状态好多了 真的真的 上那个演员请就位 进步很多 状态也特别好 而且非常自信 就是连 跟导演都敢翻白眼了 但是 咱就别发了 是吧 咱省点眼睛 反正本来眼光 也不太好 然后前一段时间 我跟我老婆去日本旅游 碰到黄毅了 在一起玩了几天 然后黄毅回来就说 说秦昊不怎么爱说话 总在那沉默 黄毅 我有权保持沉默 我不能像你之前那位 跟你说过的话 都成为诚堂证供了 所以最后啊 就是过去的事 咱就过去了 好不好 咱们吸取教训 我在这儿呢 祝你早日 能够找到 适合自己的导演 适合自己的戏 和适合自己 一个人的生活 好 谢谢大家 我是秦昊 大家好 我是秦昊 今天看见我的老朋友 吐槽大会 夫妻专场的受害者 程璐 当时上台之前呢 他还跟我说呢 我说昊哥 我跟你说 吐槽 就是开玩笑 不影响夫妻感情 我信了 他也信了 后来程璐 就成为独立男性了 听说前一段 又上什么 辩论节目了 被淘汰了 出来之间 还有个大放厥词呢 我要是会辩论 你们早输了 程璐 我觉得你挺会辩论的呀 你不就是因为辩论赢了 家才没了吗 要么上一赛段 拿当工的打人张大的 我跟你说 不行啊 这个太过分了 那可是张大的呀 当工里怎么能不放石头子呢 就算没有石头子 什么鞭炮我二踢脚什么的 你说这脱口秀 要的是什么 不就是一个炸吗 大为幸福 忽然啊 上次补刀的时候 又来一段说唱了 而且比第一次 一点进步都没有啊 你说你明明知道 自己唱得烂 还非要唱 你这跟郭彩杰 连演四部小时代 有什么区别 所以忽然你脱口秀 我说得好好的 你说你怎么就迷上了说唱呢 哎呀 况且你也知道 那不叫说唱了 我一开始也没打算看 只不过那天啊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 看到了忽然的说唱 无意间我按了播放 才发现他的嘴是真烫 对他喘不上气的模样 好像这蚂蚁在热锅上 要论台词的功力还是too young 再敲咱这气门 多棒 谢谢 练了好久了这段 黄毅 哎呀 你这让哥说你啥呢 离婚 潜伏进监狱 我就太惨了 我真的不想再说了 妹妹 好人一生平安 我就祝你以后的日子啊 都开心 好不好 所有的婚姻都幸福 买房子的时候 别怕贵啊 别怕花钱 一定选个地段好的 就挑那个离派出所最近的 你就别想什么学区房了 就想想辖区房吧 怎么这样的感情啊 这儿就没有管辖了 这个以后有什么事啊 你就不用打110了 你喊110就行了 最后旁边还有个医院 前面配个法院 后面配个监狱 东南西北一边一个 这阵型 什么婚姻都给你震得死死了 想不幸福都难 听歌了 蜡木扬子 实地派女演员 我非常欣赏她 在我心中的顾理啊 应该是蜡木扬子这样 我甚至觉得 这个小时代的顾理 一开始就应该用蜡木扬子来演 而不是郭彩杰 这如果蜡木扬子演顾理 你想想啊 那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 蜡木扬子和谢依林 两个人都那么搞笑 肯定会处得姐妹情深 其乐融融 俩人碰到之后说 咱俩太逗了 还给他们撕什么呀 咱们去拍短视频吧 名字就叫 小时代之短视频时代 郭彩杰 很多人都喜欢他的声线 喜欢那种台湾腔 又可爱 又甜 我觉得还好吧 你们老婆不这么说话吗 其实也不是说什么都可爱 是吧 老公 你看 跟三个月前有什么不同 可爱吗 老公 我又把你卡给刷爆了耶 可爱吗 老公 可不可以把电话借我看一下 哎 这个女生是谁 还蛮可爱嘛 还可爱吗 郭彩杰 总被人骂 说一直演烂片 你们不懂啊 片子烂是导演的问题 不是演员的问题 但是一直演烂片 那是谁的问题呢 那是每个导演都有问题 为什么不把郭彩杰剪掉 其实啊 郭彩杰拍过很多分数很高的电影 只不过好导演嘛 好导演 最大的优点就是 会做剪法 其实郭彩杰也非常会做剪法 他拍的戏啊 就没有超过五分了 就像中了什么魔咒 凡是他碰到什么东西 总会被砍掉个几分 你就像今天我来录影 本来我十分高兴 碰上他之后 我现在只有四点几分高兴了 所以最后啊 作为演员 我还是希望郭彩杰能够挑战自己 突破自己 好吧 以后呢 尽量能够多接一些 砍完了以后 还能剩下五点几分的好戏 谢谢大家 我是秦浩 大家好 我是秦浩 哎呀 脱口秀大会非常喜欢 最喜欢罗永浩老师 今天还没来 觉得罗老师特实在啊 听说欠了好几个亿 要上综艺赚钱还债 结果没想到 你看录了几期不来了 我当时心里就想 这脱口秀大会来钱 是快啊 其实我啊 以前也不怎么上综艺 我最近上综艺呢 是为了配合宣传 就希望我的那个 隐秘的角落 能爆 所以呢 在那个隐秘角落 刚播的那几天啊 我就问我的工作人员 我说戏爆了吗 他们说 一般 说哥 你要不你再接俩综艺 我就接 我说行 我又发酵了几天 我问 我说那个 咱那剧爆了吗 工作人员跟我说 爆了爆了 不用委屈您 再接综艺了 我说 这么容易就爆了 这委屈我还没收够呢 我还能不能再接两天综艺 这不前两天吗 我就碰到了李淡 我就问淡总 我说你那节目都录到第八期了 我也想给我女儿 挣点奶粉钱 你看 我还有没有机会 当时李淡吓得呀 就跟我说 说哥 哥 你要来 肯定有机会 可是 你得在这说 我说 我说 我说你别说 我懂 是不是说 蓝河绵羊奶 奶源稀少珍贵 全新推出成人奶粉 满足你全家的营养需求 你看 我今天不就是来了吗 所以说呀 这个世界上 不是没有机会的 只要你主动 就会有机会 现在呢 我呀 是走到哪儿 都要说这个剧里的那些梗 说实在的呀 我自己都说烦了 但是架不住 那个节目组要求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以前 我特看不上那种 就是那一首歌 唱一辈子的 结果我现在 自己成这样了 我现在去哪个节目组 我都先跟他们说 我说 一步爬山 二步拍照 三步唱小白船 有志气吧 节目组导演 当时跟我说说 浩哥 你要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只能换人了 我说 蓝蓝的天空 一和里 幼稚小白船 有志小白船 我还想 我说要大张伟在 我干脆我就回家算了 后来我一想 我要回家 我老婆在家呢 哎 算了 还这是清静 其实《隐秘角落》这部剧啊 开始我并没有打算接 主要是担心米丽 我女儿叫米丽 在学校受欺负 因为那个小孩嘛 童言无忌 就觉得说 哎呀 你爸坏人啊 怎么怎么样 就怕孩子受欺负 所以我就跟那个导演心爽 我就说 我说 我说 我不想演反派了 当时导演就跟我说 说 哥 这次你演的呀 是一个数学老师 爱运动 爱摄影 同学们都喜欢到他家里面 去上补习班 我一想 我说 哎呀 那这人物挺阳光啊 结果拍完了一看 我才知道 我是阳光了 给别人留下的全是阴影啊 现在呢 反正就老有人觉得 我就是张东升 我说呢 人是人 戏之戏 可能有些人就是人戏不分 包括我的那个经纪人 也问我 说 哥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 心理变态 我说你看个剧 我说你看魔证了你啊 你看 我用生命给你保证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静静静跟我说 说你算了吧 你还生命保证 在你张东升眼里 生命值钱吗 特别无难 今天来到这呢 还看到了我的老朋友 陈璐 好久不见 上次见还是在 吐槽大会的夫妻场 如今 如今物是人非了 所以我不能笑着说 如今物是人非了 然后我在后台 我看见他 我就跟他说 我说陈璐啊 没事 我觉得你还有机会 陈璐说 哥 你别这么说 我害怕 我说你想什么呢 我说你比赛 还有机会 所以说今天呢 来这个 听说是个晋级赛 我就想说呀 这只是个综艺 好不好 大家都放松 别认真 如果你要太认真了 你就输了 你就不幽默了 所以啊 别总想着晋级 想着什么爬什么脱口秀的顶峰 你爬上了又能怎么样呢 爬山多危险啊 谢谢大家 我是秦浩